另外中任紀念堂所推出的台灣設計獎則是緊急踩了煞車 因為呢不只這個活動被另立為撻伐 還有網友也紛紛設計出了枯索的圖片來惡搞 所以昨天傍晚文化部長龙應台和中任紀念管理處處長吳祖勝 在討論之後已經立即發出新聞稿宣布說要暫緩辦理了 蔣公牌衛生紙 蔣公牌殺崇祭 前總統蔣介石的少相被憤怒的網友哭手的萬七八糟 原來是因為文化部和中任紀念堂原地5月份舉辦台灣設計獎 寄出10萬元獎金徵求民眾以蔣介石夫妻抗力情深的故事 開發文創商品 卻引爆228受難者家屬不滿 連文化部長龙應台都有意見 在那一個時代 因為那樣的一個統治方法 確實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人 氣離子散家破人亡 作為一個官方的機構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妥 部分人士的一些給我們很多指導的意見 那我們也都虛心的接受 昨天下午我們就決定這個活動暫緩辦理 用更專業的角度去思考以後 再辦這種設計競賽會比較妥當 各界批評聲浪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長吳祖勝 二號傍晚與榮應台討論之後 晚間八點火速發出新聞稿 宣布暫緩比賽撤下官方網站 不過最先提出質疑的民主黨立委端銀康還是不滿意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什麼叫暫緩 因為它的說明其實是非常之不清楚 暫緩到底是什麼意思 連收件都還沒有收件 這個活動其實是可以停止 就可以宣誓不要辦 欠缺的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 還有歷史背景的這些種種的考量 如果要加入文創的行列的話 可能要更加的謹慎一點 國內博物館自己尋求財源 徵求文創商品在所難免 但不考量蔣介石對台灣社會的衝擊 難免遭到批評 記者 上次會陳秀瑜 謝謝這點 陳文宇